Lio聊世紀天野中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達達對上條盾人 那這場比賽是阿拉伯 那來看黃方 黃方是達達 稍微講解一下達達能力 達達能力是有速成馬功的一個文明 上城堡時代之後 盟子環跟那個安心的戰術 我都是直接免費給的 不用研發也不用花資源 直接一上城堡我就可以給你 所以在城堡的時候打這個奴兵 或是馬功 這個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再來就是打打有全遊戲裡面的文明 這個高打低的優勢 會有加成到50% 非常高的一個趴傷 所以有很多高手會喜歡玩打打 然後利用這個馬功到處亂射射 不然就打他那個雀靴 他這個寶兵 有這個搶劫的能力 只要一攻擊敵方單位 都會賺一點黃金 而且造價來說算滿便宜的 黃金需求量不高 血量還算滿多的一個寶兵 算是很適合當打打的一個坦克單位 同時也可以賺錢 算是 打打算是比較高階玩家會玩的 新手玩的話可能會感覺不出來 打打的強勢之處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條盾 好青色是條盾 條盾的話最大的特色是農田便宥 那步兵跟騎兵到城堡時代的時候會加一防 就是近戰防禦預防 那到地獄時代會加二防 所以總是加二 那防禦來說的話 他是步兵跟騎兵 綜合起來 近戰單位防禦是最高的一個文明 相對的他一個遠程喔 就比較弱一點 所以他沒有三級射 所以條盾如果遇到 大量的工兵的時候 或是戰馬 可能要用這個大量的遊俠 直接去碾壓 但是條盾的遊俠沒有跑速 所以盡可能喔 條盾最好是出火炮單位喔 或戰馬去防守就好 盡量不要去打工兵喔 但是工兵 有跟沒有一樣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達達的地圖好了 先來看達達 好 達達的話果樹在前面喔 蠻痛苦的 但是好消息是 欸這差點11村是不是 對差一點 這差點就掛了 好 那黃金在裡面喔 果子在前面 會比較 前期比較難過一點 但只要到了這個城堡時代之後 對達達來說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因為重要的礦物資源 在後方 主經在左邊 那石頭也在後面 那只要把果樹喔 前期守好 這個果樹吃掉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打打的一個附金狀況喔 他的附金是在前面外圍這個地方 城堡最好是蓋這個高地喔 好 才能守到這兩塊金 不然就是要守這個高地 然後這個金狀況還被查 不然就直接插這個高地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城堡我上個地方可以插喔 這裡跟這裡跟這裡 好 好 那整體來講 打打要圍的投資成本算是蠻高的 可能是小圍喔 就前面先圍一下正面 這樣子這樣子 然後主要守這塊區域喔 那這塊區域可能會再找機會喔 直接圍到底 對打打可能來說 比較輕鬆一點 那剛剛這樣圍法喔 算是城堡時代之後才會這樣圍啦 封建時代可能圍不太起來 除非打這個黑棒棒 欸 結果條盾是打黑棒棒 那條盾的地圖就比較差一點喔 那果子在後面 但是金礦在前面喔 這個金礦只要打打 我全力往這個地方打 或是在這邊插個城堡 那這邊條盾就可以懷疑人生了 就不知道該怎麼打 那他就只能往後面挖金跟石頭 但看起來這個附金還不錯 這個附石 有重要支援在後面是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預備支援 那主要還是要先守住這一塊金喔 還有這一塊 所以城堡沒意外的話 會差這個位置喔 或這個位置 還有這個位置 這三個位置差城堡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兩棒棒出擊喔 棒棒雙棒出擊 能不能尻到一村呢 那這邊赤猴 還沒有出去嗎 已經在繞他家了 看到了 但是這邊打倒要圍的東西有很多喔 看起來是不是有點來不太急 而且這裡有一隻落單的村民 棒棒過來的話 哎呀 但是這邊打倒反應很快 馬上就 就圍了這個木牆喔 然後這邊想要用刺手去卡村民 卡一下卡一下 讓這個村民動不了 回頭卡這個反擊的村民 再用刺手去卡他的那個路 對對 卡他這個回去的路程 但是這邊收村 哎呦 差一點就死一村了 哎 當然是這裡有一村 在蓋木牆 看起來看起來應該是OK喔 不好意思 那這邊先圍起來 要堵他嗎 直接從外面出去了 從外面出去 要去抓嗎 還是不抓呢 好 但是打打這邊 點下了風箭塞之後 馬上補下這個軍營 軍營補下之後 應該是會馬上補這個射箭槽 但是沒有這個 裁判穩定 可能會晚點才會去按下去 才可以蓋小弓 哎 結果這邊選擇是打肉馬 打肉馬的話 可能效果會比較差一點 哎呀完蛋了完蛋了 快死一村 哎呀打打被收了一村喔 因為這邊 剛剛村民是在第一處 你看這村民其實 扣血扣得蠻快的 這就是高打低的一個效果 哇 結果赤猴死了 這個棒棒還差一棒就可以尻死 一滴村民 直接回家 尷尬 真的是尷尬 這個民兵 看起來沒辦法做到事了 直接跟刺猴打個一下也好 但是你看這個高打低的效果 打打高打低的傷害很高啊 但是他這邊又繞了回去 所以傷他又好了一點 好 那這一波看起來 打打是有點傷到的 他這邊是有死到一村 那桃根這邊是直接把自己的 馬給送掉了 這邊是要再補一個馬就 那應該是還好 但是後面是有點難尾喔 這邊要尾的東西有點太多了 所以這個肉馬還是可以繞得進來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打打現在有暫時性的優勢 應該會很快速的把這個肉馬 送到條登家裡喔 去做騷擾 好 但是條登早就準備好了 長槍兵在那邊等你 你敢過來我就頭 但是 打打表示他不敢 但是這裡有血 來得及 來不及 哎呀 然後又落單一村 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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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槍兵還在外面 這個可能要送村了 要不要回頭打一下 這個高打低的刺頭打村民還是很痛喔 好長槍兵過來 能不能捅到 好 捅一下 NICE 直接捅死一隻刺頭 再捅一下可以嗎 看起來有點困難喔 這隻刺頭看起來是要跑掉了 右邊這裡堵起來 OK 那這裡沒有路可以跑嗎 其實還有 這塊區域還沒有尾 條登也是唯一個最大的 但目前戰績是1比1喔 還算可以 並不會太差喔 這條盾看起來問題不大 那問題是 這個喔 叫什麼 趕快上城堡斯袋 目前看起來條盾的田是灑的比較多的 18片田 應該也不到18 大概14片田 有四個人在挖鼓 那剛剛前面有講到 條盾的農田很便宜 好像是節省33%吧 還是40% 反正造價非常便宜的樣子 今天我借以前是33 那好像現在改成40% 不知道是增強還是減弱 這個版本一直在改 有時候會記不太住 它的正確數值是多少 好 那這邊長槍兵戳過來 咦 沒有戳到 那直接走進去 那這邊打倒 確實花了村民的時間喔 去把這個硬圍起來 這個防守投資成本真的很高 然後還要一些兵駐守在這裡 這個墓牆才蓋起來 沒有兵的話 還蓋不起來 你不出兵的話 雖然可以省這個成本 但是 很危險 請說很危險 好 好 這邊直接戳出去 把條盾趕在外面 那條盾趁這個時間喔 趕快在家裡補下這個兵工廠門4級 準備要來上城堡實彈了 那條盾看起來是沒有要靠買賣的樣子 這個資源數還是差蠻多的 黃金也有在挖 通常有五金的情況下 就不會再靠買賣了 反正是打打這邊 比較有可能會靠買賣 當然打打的經濟 看起來也是不允許他靠買賣 他這邊經濟有點慘 跟前期有稍微被騷擾到一下 還直接掃益村 導致經濟看起來沒這麼優 好 這邊木槍都有圍 但是都是殘血的 欸 這個木槍被打進去 哎呀 直接進去了 Holy shit 村民要跑了 村民想要自己圍起來 欸 哇 這個圍得好喔 但是這邊有村民 被夾在這裡了 這裡也沒有過去 欸 這個村民手術很快啊 好 這些玩家 這個金水有點像Viper這個手術 立刻馬上就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好 打兩次我過來想要包一下 但是 過來包不到 但沒有問題喔 打打這邊有高打低的優勢 唉 這邊再把這個洞補起來 赤頭想出去也出去不了 這邊直接砍人出去 沒問題 OK 那條段也不是 也不是傻子啊 趕快打這個寫手的木槍 欸 結果這邊 場合兵過來想要來支援這些刺頭 結果被打打的場合兵 直接打了回去 看來這個刺頭 還是要這邊玩慢跑 你追我跑的浪漫比起來 只差一個沙灘了 這樣風擊就會很美 很浪漫的那種 這看起來 欸 這個 回馬槍能不能插到呢 欸 有沒有直接去硬點 是我就會分兩隻去 往右邊走 然後偷插一下這樣 好 看起來 條盾 是比較快上到城堡時代的 那以上城堡時代 沒意外的話會再補一個馬舊 然後去出騎士 條盾的SOP流程就是 乘出出騎士 然後出這個頭車 開始硬砸 或者是不出頭車 直接出這個修道優去撿銀機 好 兩種開局模式 一種就是暴騎士 去燒了 然後 蓋下TC之後 雙TC 然後再修道院 修道院之後蓋好 再去蓋第三個TC 比較標準一點的流程 是這樣子 好 那看一下條盾會怎麼選擇 條盾上城堡時代之後 沒有補下馬舊 反而是直接3TC 硬開經濟 這樣打會有個問題 因為他 這樣很容易 會被對方看沒有 因為你可以先出一點騎士 先去看一下對手要出手 因為有可能 對手看你出一個騎士 就會開始爆馬弓 因為打打 馬弓的一個成分 機會心勢比較高一點 只要萬打打的人 只要十字八九不離手 一定是打這個馬弓 那玩條盾的玩家 就回去思考這件事情 就可以先出戰毛兵 先出大概六隻騎士 甚至八隻 去硬砍木牆 逼他出這個馬弓 那自己再慢慢去轉出這個戰毛 再去硬點對手 那我覺得這個戰術是蠻好用的 我個人也蠻常這樣子打的 就是會先去出騎士 那遇到馬弓的名字 像什麼匈奴啊 蒙古之類的 我就會故意出騎士 逼他們出馬弓 那馬弓一出之後 我就全爆戰毛 全爆戰毛 馬上克制他 然後直接打一個經濟流 守住家裡 然後到帝王死蛋 巨頭硬拆 然後對手就受不了 就急去了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好 那打打這邊也是選這個經濟流派 也二級木二級農田都點下 那條隊也是 算是兩邊都是打一個很濃的一個路線 那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打鬥畫面 兩邊都那邊走來走去看牆 也連一隻都沒有減 好 但是這邊打打有出馬弓 馬弓還是得出的 但條隊有出奴 奴奴對馬弓的效果還不錯 有這個串燒效果 好 但是這邊賺到一村 欸這邊插箭塔可能會被射到 再往前走一步 欸 真的會被射到 要退一下 欸這邊是高地喔 對打打來抽太優勢了 這個高地沒插城堡真的很虧阿 你看敵人可以一直上來 但是已經是一燒了 然後這邊 哇 直接集火直接殺一村阿 打打高打地的傷害太猛了 好 這邊串燒再串燒 好 能不能串好串燒呢 看起來是 稍微有點困難 欸 反而是打打這邊 先出這個頭車喔 要來直接 硬拆了 好馬弓繼續 射擊 奴奴這邊 出一些 來防一下 那自己補下這個 瞭望塔 那條隊的瞭望塔也蠻特別的 他這個建築進去喔 可以有這個兩倍的裝載量 平常都只能裝五村 這邊可以裝到十村阿 你看這個 格子數有點多 好 但是打打這邊 並沒有先優先去點這個彈道雪 還有這個 品種 好 主要是因為 現在看起來 打打覺得他這邊已經給到足夠壓力 原來對方下了這麼多箭塔 就代表說 欸 他其實也很怕 也有可能是因為自己沒有出兵喔 所以才會這麼怕 所以打打可能 遇到這一點的關係喔 並沒有先投資太多的一個科技 在這個馬功上面 然後先是投資自己家裡的一個狀況 要產這個村民 然後撒田阿 這些事情 唯優先 那馬功的話也沒有繼續按喔 這個就是細節喔 像我就會一直把這個馬功按到底喔 就不會停 然後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 很容易就會經濟疲乏 然後對方又像這樣條頓硬插箭塔防守的話 很容易做不到事情 經濟就被拉開了 然後地龍絲帶可能就被打一步就爆炸 那我覺得打打這個平馬功 慢慢轉出經濟的一個打法還不錯 然後盡可能的用這個馬功去殺村民 那這邊由於條頓防守太好了 所以這個馬功可能也打不到太刀喔 什麼東西喔 如果要再打得更防守一點的話 這邊再插根箭塔就差不多了 那他整個邊境喔 都是這個防禦箭塔 好 那這邊加速一下喔 看起來條頓也是慢慢來 好 這邊 欸 這邊打破木牆會進去嗎 哇 這邊打打還標守速喔 把對方的主鏡圍圍起來 哇 果然這邊條頓這個金真的太慘了 被封金的機率太高了 這個金搶不回來 基本上就掰了 好 這邊刷箭塔直接開射 好 這邊刷箭塔直接開射 頭車一直砸 欸 村民 哎呦 殘血 好 馬功 覺得好像可以回來射一下 但他應該是沒有忘記這個防禦箭塔 還在這 但應該可以殺一村嗎 可以 欸 直接走進來 完了 BBQ了 哇 這邊直接進來 就意味著 有可能會被收光喔 裡面的村民 但是這裡有TC 欸 但是這邊大逃難喔 這邊重點的村民全跑 所以沒被殺到還行 呃 這邊伐木的有點要創賽了 這邊的也是 如果再往下走的話 哇 條頓條的這邊 一進來之後 收了很多村 村民也被殺了幾隻 但是奴砲過來的話 就可以拯救世界 奴砲能不能再串到呢 剩下六隻而已 六隻的數量其實不多 好 再往前走一點 後面有兵 但是後面這個防禦箭塔跟TC 要直接硬點了嗎 哇 硬點村民 硬點死前隻 死之前再收一村 可以 哇 再多收一村 OK 那條頓這邊有點小傷道 但還可以喔 目前條頓村民宿 116村對上 牙達87村 不能再多了 這個村民宿 很明顯有這個差距在 40吋的差距 那條頓這邊打算 要出這個騎士 開始爆騎士硬打了 但是對手早就已經準備好 森綠要來招搶騎士了 那前線直接蓋TC 欸 有想法 好 這邊先串燒森綠 先把這個森綠給串燒掉 避免自己的騎士被招走 好 這邊有一些村民開始被屠殺了 欸 頭車砸一番 噢 捆頭 好 直接倒了兩隻馬公 好 看起來這邊串燒 還可以再串一點 好 這邊這邊等一下沖車之後 縱裝騎士也升好了 但是防禦還沒有點滿 升級馬卡還在升級 那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縱裝騎士2加4 那防禦再升一個 就變成 3加4 防禦7的 禁防7的一個 縱裝騎士 所以這個算是滿硬的 跟這個CC的鎖子甲騎士有得比 欸 條頓這邊是有遊俠的 遊俠比縱裝還是好上一些的 欸 哎呀 直接射掉 馬公傷害很高 直接硬點攻城去 攻城去直接 白給 好 這邊要靠炸亮騎士 直接硬砍了嗎 但騎士還沒到遊俠 那對手 打打已經在升級這個重裝馬公 重裝馬公少之後 攻擊還在多加1 這可能會讓 小盾 受傷有點慘啊 這裡村民一直被點的 外面直接硬蓋TC 想要農起來 但這邊自己出的並不是很多 反而是在升級這什麼 工程 工程師 在想什麼 這個投資成的很貴的欸 他居然先點這個 沒有先點遊俠 這個 雖然這個科技是不需要黃金的 但是 這故事我就把這些資源賣一賣 拿去點遊俠 不然是點這個 公程器 對不對 多出點公程器 去反攻對方的一個重裝馬公 怎麼更實際一點 好 那這邊主進喔 終於把這個東西給拆光 可以好好的來挖 讓公程師知道 鎖的手要點一下 但剛剛點一下 工程師 這個科技的好處 是可以讓這個 工程師有多一攻的射程 所以如果炮跟投車的話 會打得比較遠一點 但是 很有可能 在成型之前就被打高了嗎 這邊馬公希望越來越多 自己也慢慢補了起來 還點下了私護甲 私護甲點下之後 這個馬公的防御率就更高一點 我記得是雙防加一喔 印象中 雙防加一的話 這邊這邊4 2 A 近防4 遠防4 對 雙防加1 但是 他自己弓兵的護甲 還沒有點完 就是連這個私護甲 但這個私護甲 的好處是 連這個 騎兵喔 都會有 好 那萱萱出來了 萱萱 要硬打嗎 好的 騎兵的部分 是指這個 弱馬 接著這個 確確實是不會加這個私護甲的效果 好 這邊 打兩馬公 直接硬點 衝車 衝車吸了蠻多傷害的 但是一直被射的話 還是有可能被射光 這邊 遊俠已經點下 條盾在遊俠 遊俠好之前 就要被點光了嗎 不行喔 不行這樣喔 這樣可能會爆炸喔 哇 這邊硬點 遊俠還在等 1分30秒 還沒有好 太陽馬公 直接開始上來 點了起來 好 這邊 弱晃鵝桃 騎士 往左邊跑 並沒有打正面 這邊來挖眼鏡 結果還被抓爆 好 好 那這邊私護甲的關係喔 所以騎兵的防衛力是比較高一點 但是 感覺PG肉馬的問題 重點是正面這邊 你要怎麼打 條盾 哎呀 條盾看起來非常的慘 這邊PC一直射 他都無所謂了 畢竟這個打打的馬公喔 防衛力是非常高的 3級防都還沒點一下 就遠防5了 點完之後 遠防變成7阿 更不怕箭矢 好 變成遊俠之後 橋盾中午要來 硬打了嗎 正面直接開戰 但是後面 退一削 早就準備好了 十月退一削 造價便宜的一個寶廳 直接開戰 退一削在前面 一次排開 阻擋遊俠進攻 雖然體質完全比不上遊俠 但後面有大量的馬公 開始在輸出 但這個馬公沒有上高地 也可惜喔 如果上這種高地 或是很高地的話 可以薩爾射出更大量的傷害 好 這邊有高地了 射高地之後 遊俠直接蒸發 上高地之後的傷害 果然起飛阿 打打就上高地阿 不然又幹嘛 就是這種感覺 打打不上高地 但是沒有特色 沒有威懾力 還是這邊有高地的話 打打 這邊就已經鬼一樣了 但是橋盾這邊 三攻也要好了 三攻遊俠直接硬上 硬上去之後 但是因為橋盾沒有跑速的關係 追馬公有點難追 而且人家甩個供一下 就直接死一隻遊俠 哇 這個傷害很高 重裝馬公威力太猛了 這時候大量的食物被賣掉 出光黃金 這邊好再繼續硬出 遊俠沒有出奴套 有沒有出頭車 什麼都沒有出 只有出大量的衝車 去硬頂這個建築物 建築物被拆掉之後 還能繼續打嗎 遊俠的數量一再減少 量不夠多 而且很容易被封箏喔 畢竟橋盾的遊俠 跑得太慢了 馬公能不能繼續封箏呢 那遊俠的數量有43隻 數量真的太多了 但遊俠的數量來到33 33的話可不可以正面硬打呢 感覺上是有點困難的 這邊盡量上高地去減少 吃到箭矢的傷害 因爲第一打高傷害不是那麼高 好 遊俠這邊直接上來硬打 硬打 但是馬公開始在甩弓 甩馬公甩馬公 遊俠硬砍能不能砍光了 這邊有身邊招翔 可以招到一隻遊俠 這邊直接端小洞 洞 欸這個洞 直接踩在這個地方 馬公直接一直射一直爽 但是遊俠的數量也已經少了 而且右邊還有高地寶 這個高地寶的傷害很高啊 但是 看起來馬公說已經有在減少 但是 是 挑戰更慘 挑戰的遊俠數量已經降至13隻12隻了 數量就是 直直下降 好 那也是挑戰這邊終於受不了打錯的GG 本來他看起來是要出這個 戰錨了 防禦都在點了 但他覺得這邊主經守不住應該就要投了 黃石頭的部分 這邊可能也要被鎖死了 這城堡都已經插到這個地方來了 他可能覺得在打正面可能也打不太贏 左右兩邊都有在開戰 自己的附近 也努力的想去防守 但是 沒有辦法 達達這邊的優勢還是好一點 跑速快 然後 騎兵又便宜 欸不算便宜 這個缺缺的成本就40隻而已 蠻便宜的 而且 這邊還有細節 這個達達居然沒有點品種 要是有點品種的話 這個條頓更沒機會 這個 這個 這個感覺條頓後期的策略出了一點問題 雖然我覺得優俠點的是OK的 但是 只靠優俠感覺還是不太夠的 還是要配一些戰保 或是一些遠程單會奴炮之類的 會比較好一點 好看經濟 經濟的部分 真的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兩邊都算是打得很好 走推車該點都有點 經濟部分都是暴農狀態 兩邊都是幾乎同時間去點這個科技的 只有手推車比較不一樣 那二級金這邊 打打有點小失誤 通常這個二級金是你點帝王時代之後 馬上就要去點 這個彩晶的 所以大概是會這個時間點 去點這個彩晶技術 應該在更中間一點 因為一上帝王時代 會去點這個重光馬功 跟三級射的一些升級 所以應該是會在中間的位置 大家到這邊踩點就有點比較晚 但還可以 至少我記得點 不然其實有很多玩家 大部分到後期都是會忘記點的 很多經濟科技都是這樣子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 我們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